另应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邀请 6月19日 超人钢铁之区 在上海新天地国际影城 举办了盛大的首映红毯 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制片人之一 查尔斯·洛文 导演扎克·施奈德 以及新超人的扮演者 英伦帅哥亨利·卡维尔 组成超人铁三角飞赴上海 为影片宣传造势 而新超人的出现 无一瞬间点燃了现场粉丝的热情 首次来到上海 这个大都市的导演扎克·施奈德 则是对上海的美食念念不忘 虽然天气炎热 但他依旧情绪高涨地表示 自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品尝一下上海的美食 霍雷德上海报道